在镜头上面看到这个是黑银钛皮修哦 银钛金呢 以黑银钛的磁场力量是最强大的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呢 它是非常 它是收藏级的黑银钛皮修哦 在四面上非常难得看到的 一个收藏级的银钛金皮修 所以呢 我们大家呢 跟着我一起来去欣赏 这个收藏级的黑银钛皮修 它的皮修呢 不是太小 一元是两公分 一元是两公分 那我们比在上面呢 就知道它不是太小哦 为什么我们的皮修都会把一元放在旁边呢 因为呢 我们希望能够招大财 不是招小财 好 银钛金可以增加我们投资方面的一个磁场 让我们能够少一点实现我们的财富自由的目标 所以呢我们都会拿一元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招大财 再过来呢 好大家看它的这个猫眼效应 什么叫猫眼效应 就是灯光照射这个真专物 呈现折射的光 叫做猫眼效应 大家大家看一下 这个编号这个921的这一款 好皮修 从头到尾 好非常非常漂亮 它的猫眼效应 好几乎都是没有断过的猫眼效应 好猫眼效应这边到这边 这边我在转圈圈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断的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猫眼效应 所以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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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专物可是非常的密哦 怎么样密呢 我拿一个手电筒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手电筒就像照妖镜一样 好 然后呢 什么都看得出来 那我们你看我把灯光照上这个皮修上面 大家有没有看到透光的样子 没有 就代表什么呢 这一个皮修整只都布满了 银太金皮修 好他都是非常难得少见看到的 你看大家我们再来看一次 请大家呢 很仔细的我们来看一下哦 看他有没有透光 没有透光就代表什么呢 只有哪个地方有透光呢 就是这个地方 好这个地方稍微透光 其他的呢都是没有透光 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法师 可是非常非常的多 布满了整个皮修里面 好所以我说他是非常是收藏级的银太金皮修 好大家你看在我在赚的情况之下 谁怎么看都有看他的猫眼效应 不论朝线哪个方向都会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猫眼效应 什么叫透光呢 我拿一个比较透光的这个皮修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大家就会知道了 我拿了三个这个我们的卖场上面的银太金 什么叫做透光 大家看好看有没有透光 灯光就像照妖镜一样 什么事情都可以什么这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要透光大家看 因为他的基底是白水晶 所以他你看他的真装物只有呈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好在镜头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 好这个地方就是呈现 这个地方呢 他的真装物呢 就是呈现在这个方向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都没有 好所以呢就算你灯光底下照 他就是会有呈现 好呈现白色的光 好呈现就像这样子 好就像这样子 好呈现白色的光 就是他在里面没有真装物嘛 可是呢大家可以看哦 我们再很仔细的来看 好就手电筒不论哪个方向去照他 他几乎他没有几乎没有透光 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皮修里面的银太金布满了整个皮修里面 而不是像这样子 好像这样子只有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 好这个地方没有真装物 这个地方没有银太金 只有在这个地方 而且呢 他是比较稀疏的 好稀疏 如果灯光照的话 如果稀疏 大家就可以看 好如果稀疏就像这个地方 好这个地方 他是比较稀疏的灯光照射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好就可以知道了 可是呢 这一个完完全全没有 好所以请大家呢 再很仔细的看 有没有透光的部分呢 没有 好只有这个地方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只有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透光 但是其他的部分都是没有的 好一点点的地方透光 其他呢几乎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说什么呢 他是收藏级的银太金皮修 而且呢 是黑银太皮修 他也不是太小 一元是两公分 他也不是太小 你要达到这么样皮修 这么样这个大的一个尺寸 而且呢 又他又是非常的不透光 再过来呢 他的猫眼 所以其实不用手电筒照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镜头上面就可以看到了 怎么样看都可以看到 他的猫眼效应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说他是收藏级的银太金皮修 而且呢 他是黑银太皮修 所以呢 我叫做收藏级 是市场上难得看到的美货 这个货呢 是可遇不可求 难得看到的美货 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把这个镜头 把它记录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漂亮的银太金皮修 是市场上难得看到的美货 收藏级的黑银太皮修 银太金的量本来就是很少 所有你看到的美货呢 像这样的美货都是可遇不可求 一旦错过了 什么时候再有呢 不知道 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 大家呢 预约来现场 世代皮修 现场看老师开光 开光之后呢 就会讲解注意事项 如果你有皮修问题 也可以现场询问哦 来现场的人都要预约 加赖预约哦 再次试试试试试